太原火车站 今天要出去旅游了 这次在家里待了20天 在家待的时间太长了 今天先去运城 在运城转一会儿 然后再去三门峡 去西安那边 这次要爬华山兵马俑 陕西那边再转一下 然后去到甘肃宁夏 目前是这个规划 现在先去坐车 这次旅游啊 我带着我表弟一起去啊 这个是我叔叔家的 我们表弟啊 我俩一人一个书包 比较简单行李 他是今年刚毕业啊 毕业即失业 然后跟我出去玩一玩 顺便拍一拍视频啊 我表弟现在也在拍视频啊 你那个视频名字叫什么 叫凯某人 凯某人是吧 大家想看他拍的视频 可以去看一下 你这次带着什么行李啊 打开包看一下吧 大家看一下啊 先没带着吗 带着 小莲石 然后刷牙的 然后 就是一泡换洗衣服 换洗衣服 还有没有 还拿了个充电宝 也是很简单 一个雨伞 然后外套 一个外套 这就 也是比较简单 因为跟我一起出租旅游 我不让他带太多 我们都是背包友 来回来 天水 来回来 来回来 阿次 你 快走 来回来 咱们 这都可以 到运城啦 这是你第一次来运城吗 咱们先去那个七彩岩湖看一下 下午就去啊 运城在古时候叫河东 有个电影叫河东诗吼嘛 就是河东 好玩的地方也很多 运城高铁站 运城是关公故里 还有那个黄河大铁牛 灌雀楼 崔音音那个寺庙 那个叫普济寺 还有一个风铃渡 运城旅游资源也很丰富啊 大家看我视频 这两天一直要在运城玩啊 运城高铁站 这有个美食城 我们先随便吃点吧 吃完饭马上就要去景区逛了 吃个麻辣烫啊 不够的话再加个肉夹馍 好吃吗 还不错 一般吧 我俩早上就没吃饭啊 在火车上随便吃了点饼干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